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闪光 瞬间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 这一瞬间可把槟榔滩老板娘给吓坏 爆炸完之后还掉落了许多火花 老板娘吓到不断惊声尖叫 但也来看一段当时的情况 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一处槟榔滩 以及二手车行的一旁电线杆突然爆炸 当时槟榔滩的女子正在进行直播 也把爆炸的瞬间都录下 而且爆炸还不止一次 当女子站起来想要打电话求助的时候 这个时候电线杆又再爆炸了一次 爆炸的威力还比第一次强大 让她害怕到连喊救命 现场都还飘散着烧焦味 让女子只敢探头出去完全不知所措 而事后台电人员也紧急了到场处理 要了解是否与下雨天有关